多謝主席 首先我是同意可以先放下 可以用上一年的回儀常規限 因為我們始終 雖然上一屆我做過爭選委員 我也有看過 約一看過一下 但因為我只是做了一屆的爭選委員 所以就變成了後兩年 我的理解是有改過的 雖然我也有看過有改動 不過我相信可能其他的議會同事 尤其是剛剛新當選的 可能都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消化一下 雖然DEO剛才說是一個技術性的修改 但是我也覺得如果有時間的 就是充裕一點的時間 我也是並無不可的 而有一個工作小組去討論這個會議常規 是必須的 因為尤其是我們過往 我們經驗都見到很多時候 保皇黨會濫用這個會議常規 去做出一些他們自己的詮釋 再加上就是我們會議常規裏面有很多的位置 就是甄選委員的設計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在今屆的會議裏面 區議會會議裏面 取消了這個甄選委員的投票權 又或者是限制他一部份的職能 又或者是限制他的一個組成的成份呢 因為如果用回這一份的新那份的會議常規 即是其實是舊那份的小小的改版的話呢 我的理解就是甄選委員仍然是一個的議員 去Nominate 他們就已經可以成立了 即是這件事我都希望秘書處可以Clarify 究竟我們如果議會決定了甄選委員 他的職能是會受到限制 或者是甄選委員的組成那個方法 是會跟其他區議會有不同 或者跟總署的常規有不同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法律問題呢 麻煩主席 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這個提議的 亦都是認同金議員所提出 必須要立即執行 為什麼呢 因為講的是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這個香港會走到這個地步 是要由6月9號去到今天為止 去到昨天1月1號 我們都還有超過100萬人的人潮 是要走出來去跟政府說不 去跟警部說不 其實這件事就正正是源於這個我們的政制 其實已經是停滯不前 是說了很久 是說要雙普選 但是這個中央政府就給個831框架給我們 要我們先吃著 這件事我相信在社會各個地方 其實都討論了很久 醞釀了很久 說我們應該要有一個真正的雙普選的制度 但是就是因為政府不聽 加上過去區議會 是很多時候我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見到的 就是那些什麽十八區區議會 或者十八區區議會主席支持這個831框架下面的選住先 舔住先方案 就是這件事我相信是很多市民都不同意也都不接受的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累積才會令到我們今天是有這個6月9號的八萬人大遊行之後 政府去一個小時之後就跟我們說話我們會繼續去通過 亦都是因為我們見得到我們立法會 根本就是由一個功能組別 和這個保皇黨 零票議員們當道的一個議會 所以是更加應該要我們在這個區議會 集合我們這麽多個區的民意的力量 去告訴這個政府聽 甚至是告訴全世界聽 我們中西區的居民就是要一個的雙普選 要一個真真正正沒有篩選的雙普選 這樣才可以由根本去解決這個制度 所以主席 我覺得這個委員會 我們是應該要馬上準備去成立的 多謝主席 給我們有第二輪發現 我知道 首先第一點就是 我自己都是這個警察濫捕的受害者 我9月1號我走過自己家裡的對面的西區警署 我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警察來的 他按下我 然後就把我打橫抬進去 那楊議員你覺得 問得四十八小時 那我不是應該去問一問他 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當然我是一個案子 還有千千萬萬個案子 沉入在這個SOGO門口 逛街的 剛剛吃完飯逛街的人 中國旅客 甚至是這個飛容 印容 都被人抓了 甚至我們再說遠一點 去年七月 在這個西環遊行之後 那麽呢 那麽就有些街坊 在這個嘉安街附近那麽 被人抓了 有一個是以前的水警警司來的 平安是那些八三那些來的 那麽有這麽多個案子告訴你 其實警察是濫捕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這樣的獨立的委員會 就是一個自己我們區議會有一個委員會 去做這個研討調查 甚至是叫一些警方 甚至是再高級一些的官員來 就是我是對於楊議員你說的 說這個 他不來我們做不到事 那麽就好像沒什麽用 只是拿三斑 不是 其實不是三不三斑的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是一個民選的議會 自從在2015年那一屆之後 我們是沒有了委任區議會的 委任區議員已經沒有了 我們是一個完全民主的議會 雖然可能它那個權限 是有些受限制 在憲政上面我們只是一個 諮詢委員會 沒有得提什麽的議題那麽那些東西 那麽但是問題是 在於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 我們還可以叫政府的官員出來 回應我們市民的訴求 始終我們是市民一言一票選出來的 那麽這件事我們是要用回 捍衛我們議會的尊嚴 如果當區的指揮官不出席 我們就由主席寫一封信 叫警務署署出來 如果警務署署署不來的話 我們就叫保安局局長來 如果保安局局長不來的話 我們就叫政務司司長過來 如果政務司司長不來的話 我們是不是次次大會 都應該要有一個尋徹事項 邀請一個特首來講話 主席 我覺得這件事雖然我明白了 DO可能會說很難做到這件事 我們這個區議會都只是一個諮詢的機構 自從市政局在2000年被保皇黨建制派殺局之後 其實香港政府都沒有怎樣理會議會 可能Dial你會這樣說 或者你心裏面會這樣說 但你講不出來 我幫你講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面 我們絕對是有一個的身位 甚至是有一個的權利和義務 去捍衛我們作為民選議員和民選議會的尊嚴 如果那個官員不來 如果一哥似著自己拿著一顆派就不來的話 我們就算了 我們算了 我們不開會了 這樣其實這個區議會是可以不用開的 為甚麼 因為這個區議會只是一個政府下的諮詢機構 其實他從來都沒有實權的 那你選議員來做甚麼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所在 我們今天選到做議員 就是要代表我們的選民發聲 我相信你的二千多個 投票的二千多個選民 都想你幫他發聲的 這樣我們就要出席這個會議 去告訴全香港的市民 甚至告訴全世界的人 警務署原來是不回應我們議員的質詢 不尊重我們的議會 那我們就有一個的壓力 去告訴全世界 根本上現在是警察的濫捕 是政府的濫權 警察的濫權 去令到我們的政制不通 令到我們的民生是不唱順 就是這件事也是我們議員 可能能夠做到的職位的工作來的 就是這件事我希望在這裏僅此記錄在往 就是我是有很大的悲憤 因為我被人拘捕了 是的 多謝小席 首先第一樣 我理解 最請人其實我都是沒有意見的 就是像金議員我就是 始終真的要做事的 尤其是我們今年是 有加多了一個委員會 所以變成我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因應我們新增了一個委員會 究竟是會繼續用這個預算 請回七個行政助理 一個項目統籌 一個動推廣來做 就是會不會說 在這七個行政助理裏面 其中一個是可能要兼多 一兩個委員會的秘書 還是會不會因為我們開多一個委員會 而這個部門將來又要跟我們說 喂 不夠人 我們又要再申請多一筆錢 希望這裏可以有多少少的資訊 可能是財務那邊 財會秘書 或者可以計算數話給我們聽 而另外一方面 我都明白其實請人 尤其是政府請人 應該要公平公正公開 很難 就算連我們區議會議員 請人都好 都很難說 我們要優先請 這個被捕的手足 或者是在反修例運動被捕人士等等 我們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呢 我們都要秉承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去做 但是我都想問一問 政府 甚至是民政署在請這些職位的時候 會不會說 因應另外一樣的考慮 就是說 會為更新人士要作出一個考量呢 是去 即是有些叫做加分也好 又或者是全盤的考量呢 是一些曾經有個案底的人士呢 都是可以聘用成為這個區議會下的一些post的工作呢 而這些的面試又或者是這些這樣的情況 區議員又能不能夠列席的呢 董事主席 好 我這樣覺得啦 還有為什麼我們這麼關注的原因是因為 尤其是這一期呢 政府實在太常跟大家說 輸的那些人呢 都是會派個位給他的 即是今天爆料爆了說 每一個分區會放五個人下去 我們中西區區議會呢 就應該有三個分區會 是不是呢 不是 兩個分區會還是三個 三個 中區 然後就是西營館 然後就應該是石塘咀兼芒 這樣的話 每一個分區會如果是加五個人 雖然說未做到那裏啦 但是都分分鐘做得到那裏啦 對不對 即是你現在說未做到而已 但是你上面一張紅頭文件落到下來 這樣 即是不幫你不做嗎 那樣東西 那變了你如果其實 你如果加多 即是你雖然剛才說是獨立間開的 但是其實仍然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界定 就是說 行政助理1234567 項目統籌活動推廣助理 他們的一個分權究竟是如何 即是我們區議會我們就很清晰的 我們有區議會大會 我們有這個五個委員會 現在再加多一個六個啦 然後我們還有大會和委員會 下一個工作小組 那我們其實呢 都是一個奧察在那裏 那其實我的理解呢 政府應該有奧察的 但是這個分屬於區議會的 就是受恩區議會而聘請的 這個民政署的職員 究竟那個奧察是如何 他們會不會是怎樣去做分權 怎樣做分工 還有他們會不會因為 有些時候會愛借 或者借掉了去 可能我借掉了去這個管 committee hall的 或者是借掉了去管分區會的 或者滅罪會的 即是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即是可能都要請秘書 是解釋得清楚些 或者你可以的話 你就會後補一個文件 告訴我們 究竟奧察這個行政助理 1234567 究竟是負責哪幾個大會也好 委員會也好 工作小組也好 即是這些東西 你講得清楚給他們聽 那你就 即我們不需要這樣去問你了 即是因為我們都不是不想請人 即始終我們要做的這事都要做的 對不對 多謝主席